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 今天是圣诞节又来介绍一个软体来给大家了 这个软体呢叫做of yourself 就可以让你充分的度过圣诞节这个日子 再也不当边缘人 好今天就教大家怎么使用 它是一款免费软体 iOS跟Android都有上架 下载好以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今天就教大家怎么使用吧 它主要就是制作影片的 这画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上面有个take photo 这个按键的意思就是 要让你直接拍一张照片 就是现场直接拍照 那我今天就不用这个功能 右上角这个camera roll 就是要抓你手机里面的相片来使用 下面这个是my face my face的话呢就是 你制作好的face都会在这里 就是刚刚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制作 好那我们今天就应急来教学一下吧 一开始你就很简单 你就点camaro就可以了 好点击来后它会叫你选照片 选照片的话就选你相簿 你就选择你要的照片以后呢 像我现在选择的是我跟尼亚斯合作的时候 做的图片啊 好那我今天就把它 把我的图片先放进来 你可以用手指头 就是放大缩小 就跟我们平常看照片放大缩小是一样的道理 把它摆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OK 好就放到这个位置差不多 它其实最适合是左边这个正脸照啊 可是因为我平常很少拍照啊 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拍照的 所以呢我的照片都是比较側面或比较少 那我就用这张吧 这个箭头是要让你放在嘴巴的位置 好吧我就放在逼怪客的嘴巴 那你就按Next 叫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你可以看到 总共可以设定五个小精灵 好刚忘了跟大家讲 这个就有像是成为小精灵的意思啊 就是你可以成为小精灵 圣诞精灵 好第二个人物我们再放一张图吧 好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用亚斯大大的图片来放一下 好他张照片上以前youtube的那个 应该是上一次youtube的图片 他现在换图片了 一样把他对准位置 因为他也是拍侧脸 我应该去抓他正脸 对 他新的照片还是正脸吧 好这样子 这样你就把这个虚线放在他的嘴巴 Unest Ok 这样子就两个图片了嘛 然后你可以再进去微调 像我现在微调我这个人脸的话 我再点一下人头 你就可以 再去调整 你就可以再放大一点 像比如说你想要再满板一点 然后再头 头在上面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吧 好 这样人的头字就比较大 如果你就不太满意的话 你就是再进来挑 只要点人头就可以了 就是外面这个人头 我们还有在三个角色 那我再选两个 好我现在选的是 Lest Day on Earth的那个主角 主角也来一下 不好意思喔 其实游戏还蛮边缘的 我的角色是 好啦就用他们吧 因为我不方便用其他YouTuber 因为还要问啊 今天圣诞节有点急促 OK 好 最后放这个的话呢 就是 我的生存啊 那个 尼亚是有在介绍的游戏 就拿这个角色来放 尼亚是有在介绍的游戏 尼亚是有在介绍的游戏 最后是很cute 大家有想要看的话 可以大家比较去看一下 那我是玩的比较写实一点的 雪淋淋的 好 这样就选好四个角色 在下面有三个按键啊 你们只要选的红色 Lest Dance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它会开始做一个 算是 输入 这样就有了 好 你可以现在看到这个预览画面 然后它的编排可以调整 等一下教大家 然后你们现在如果要调整的话 你就点萤幕一下 下面有那个时间轴 你把它直接按到 拉到底 拉到底后呢 它就停下来 等它一下 它又回来这一页 像我现在不满意 就是可能 开头没有我 怎么办 你就按左上的角 这一颗 按这一颗就可以了 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的 这个人头啊 我就用滑鼠 用滑鼠跟大家讲 你可以去移动 你可以移动位置 看你要怎么编排都可以 像刚刚那编排比较好 好像是这个脸吧 好 我就摆这样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好 好这样的话 你看我变到正中间了 你可以大概记一下说 每个角色的位置在哪里 好这样就很好笑 很妙 刚好尼亚是跟他的角色一起跳舞 好然后他这个版本的话有好几个 有两个是免费的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我都不知道尼亚是怎么会跳舞 呵呵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最后片尾的话呢 好我在正中间 像我现在想要跟 那个换位置 所以我按左上角这个按键 好我想要换这样子 你就一样再点 好现在我在最右边嘛 尼亚是在左边 他在睡觉 好这个位置我就OK 这样我就在正中间了 因为通常你自己做影片 你一定把自己当主角嘛 主角通常都是会正中间 啊因为我的影片嘛 我就是主角 不好意思啊 好然后呢 就可以完成这影片了 差不多你就最后看一下说 欸跳舞的节奏啊 有沒有 最后在哪里 好最后happy ending OK 好你要等他跑完喔 影片跑完后呢 他自己会停掉 好这样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呢 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键 这边有download键 这边其他按键的话 应该是传到facebook 然后呢 Twitter吧 YouTube跟email吧 好这个我都没有点过啊 我都是点这一颗 箭头这一个 这个话你就点一下就可以了 他就会开始做一个download 去我们 让我们的影片去制作出来 那你就等他一下 OK 他现在download好了 你就可以在你的相簿里面看到 这是我相簿的那个画面 就是手机相簿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完成后就长这样子 好OK 爽出来后你看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好再教大家怎么进阶换脚本 在画面右边呢 这边是可以去做上下滑移的 这边很多脚本可以选 目前免费有这个hiphop跟刚刚那一个 这个的话呢 也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直接下载不用付费 当然其他的版型跟其他的脚本 如果你想要买也是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课金去买这个版本 好我们来看一下hiphop这个 好这个蛮好笑的 然后人数的部分你可以自己调整 就算只有两个人他 他也可以做录制 一个人应该也可以 他人物拿掉而已 只是有一个人的话全部都是你 这样也可以 他总之就是会去看你配置几个人 他就把它摆进去里面 好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 像这个叫付费30块钱的 这是办公室吗 哇 这小金鸣到处恶作剧的感觉好笑 到处都可以跳舞 就他是主角好笑 好 ok 那再呢 就先回到上一页 这边部分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如果人数呢 拿掉会怎样呢 把人数拿掉吧 好剩两个人会变怎样 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啊 现在人物角色会剩两个人 所以全部的穿场就会只有两个人而已 有没有 好 我来看一下快速看一下 对 就会剩两个在跳舞 所以人数的部分就自己看你按插到几个都可以 好 ok 最后呢 这支影片就完成了 我们最后就给大家看一下完成后的影片吧 然后这个App软体的介绍单就到这边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持续订阅我帮我按个喜欢 也谢谢你的收看 也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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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